同学们 一定要明白 对机器人进行无限的升级和改造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为了更好地发挥编码机器人的力量 为自己的机器人选择最合适的编码 才是正确的选择 躺在睡觉上的功夫 肯定到了编码战神水准 说的有道理 这么有创意 怎么就不知道用在编码里呢 吵死了 刚才上课学得太认真了 赶紧回去睡一觉吧 小智哥 小秋 小智哥 听说你和幽灵编码机器人对决过 是吗 哦 是一个蜘蛛形态的机器人 还不知道是谁在控制 但是 真的很强 要是像你说的那么厉害 那他很有可能是从十三区那个地方逃出来的 什么十三区 那是什么地方 据说那里是校长管理地下城和做研发的地方 那里还有一个被称为能量球的神秘能量源 还有这种地方啊 不过能量球又是什么 能量球是一种强大的能量物质 只要有了他就可以将编码机器人的力量无限制地提升 那个幽灵机器人的力量也许就是受到了能量球的影响 真的吗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那个能量球 红色风暴也可以变得更强吗 当然可以了 他能让红色风暴变得比其他人的编码机器人更强大 更厉害呢 哦 居然有这种好东西 小只哥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当然要去一趟了 可是 还有很多迷你机器人守卫着 很危险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伙伴才行 小只哥 你能不能带几个朋友一起去啊 嗯 好的 没问题 嗯 对了 我们去找能量球的事情 要对老师们保密哦 嘿嘿 明白了 嘿嘿嘿 这就上钩了 真是太好骗了 嘿 啊 啊 是 啊 啊 实在是没力气了 朋友们 我有事情想和你们说 你们谁听说过十三区的事情吗 不是的 小球是搞错了吧 十三区哪有什么能量球啊 嗯 嗯 嗯 其实 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传说 这里原先是吸血鬼怪物的巢穴 后来李鹤校长把吸血怪物给赶跑了 才在这成立了学校 向日葵之光 啊 啊 再后来 他把那些俘虏的吸血怪物全都关进十三区了 你现在却说要去那种地方 嗯 这种传说怎么可能是真的 对吧 小致 啊 嗯 小致 你是害怕了吗 哈哈 嗯 怎么可能呢 我连爬字怎么写都不知道 不过 你的版本和我听说的不一样 哦 你听出什么了 哦 我听说的是 这个学校原先是个研究所 不过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在做危险实验的时候 引发了一场重大爆炸事故 所以只要到了晚上 整个十三区都会回荡着 那个疯狂科学家的笑声 这样的话 我们要不要去十三区看看 怎么样 真的吗 万一你是对的 那里存在着 能让编码机器人变强的能量呢 万一 那里真的有心血怪物呢 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们几个一起去吧 再把我们的机器人都带上 就更没问题了呀 你们自己去玩探险游戏吧 我还有书要看呢 学校里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哥哥姐姐们 小秋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没事 朱莉安人了 真的没来吗 她说她再不想干这种傻事呢 纯属浪费时间 朱莉安 你不是不来吗 如果里面有 小秋说的那个能量球 我倒是有点兴趣了 能量球是我的 可以进去了 我们走 我找到了 那边就是地下城住口了 好啊 快点进去吧 这是什么呀 万一碰到了 引发大爆炸怎么办 可不可以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都到这里了 我才不会后退 说的没错 先看看再说 我说过了呀 我有进去的办法吗 快看 快看 那个就是能量球 这个就是能量球 太好了 小秋 我们快点进入地下城吧 稍等一下 我要先找到地下城的启动装置 你们等我一下啊 不要着急 能量球 能量球 马上就会对你们的能量有所反应了 听到了吧 好像还有能量球呢 本来目标只是机器人 没想到还能得到能量球 说是怎么回事啊 小秋 怎么会这样啊 这是因为地下城开始启动了 你们再等一下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量球好像又出现异常了 糟糕 孩子们怎么会在那里 这下危险了 一定要阻止他们 回事 回事 你真了吗 太好了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大敌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回事 我记得刚才的那个地方 除了能量球其他什么都没有啊 估计是地下城启动了对决功能 出现了虚拟场景 朋友们 小秋和扁马机器人都不见了 什么 小秋 红色风暴 你们在哪里啊 各位 请开向你们的前方 是兵马机器人 怎么会变得这么高大 在地下城对决中 你们需要操纵 真实大小的扁马机器人 哇 好帅啊 但是小秋 你在哪里啊 我在这里探测能量球的位置 给哥哥姐姐们助一臂之力 好了 请大家进入编码机器人内部吧 首先要开启编码手环 准备进入编码机器人内部 请大家使用同步编码 哦 怎么回事 哦 要浮在空中吗 哦 哈哈 小枝 各位 我们先置应一下吧 这 啊 啊 頤凯 你这是干什么 抱歉 我不是故意捣乱的 这么大的身体 难度好大啊 真是的 朱莲 你刚才是故意的吧 随便你怎么想 我还不了解你呀 那是什么 各位 那边有企鹅 李凯 你刚才说什么企鹅呀 李凯 等到我们 好可爱啊 李凯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乱碰他 比较好 怎么了 他多可爱啊 先看一眼 你的身后吧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李凯 快躲开 冲刺模式 开启 冲刺模式 开启 冲刺模式 开启 这叫什么姿势 凭什么要我们这样操纵机器人啊 你就别抱怨了 高凤 你看那边 这群家伙 看他们这下还怎么神奇的起来 我们就在这欣赏一下吧 哼哼哼哼цы 糟 糟糕 地下城对决开始后 入口就自动封锁了 必须停止地下城对决 你要不要去把总监榨关掉 如果断电 能量球的安全装置也会失效的 那样的话 就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这下我们怎么办 目前我们只能选择相信这些孩子们了 变满 极限 燃烧 龙卷风 暴击 变满 好了 我们成功了 等一下 李凯呢 李凯不见了 什么 你在哪儿啊 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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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李凯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小秋 还没有定位到李凯的位置吗 是的 我还没有捕捉到他的信号 不然的话 我们再试试其他的策略吧 那 我们就分散找人吧 好的 大家都要小心啊 嗯 嗯 李凯 李凯 你到底能在哪里呢 啊 啊 找到了 你要撑住啊 李凯 嗯 嗯 额 救命啊 我错了 住手啊 呀 不救命啊 我要拽我的头 不许你们欺负我的朋友 小只 小只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知道 他们突然集体发动攻击 醒来之后我就在这儿了 抱歉 没关系 我们快点去找其他人吧 又是你们 是能量球 肯定是能量球 在控制迷你机器人发动攻击 能量球干的 现在呢 我们能做些什么 是啊 我们再找找别的办法吧 小只 快躲开 结招吧 这两个家伙 怎么也进来了 虽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是也无所谓了 小只哥 他们应该是跟着我们混进来的 你们两个家伙 真是没完没了 宇宙最强的高龙 还有高峰 眼看着你们要成为编码战神了 不帮你们一把的话 我们会不甘心的 结招吧 臭小子们 太过分了 对了 李凯 这里到处都是兵 肯定不会很结实 就用怪力黑熊的锤子吧 知道了 我试试 这下好像不在计划范围之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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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你们两个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 所以别再跟着我们了 乖乖在这看风景吧 李凯 大家估计都等急了 快点过去吧 太过分了 给我走着脚 给我走着脚